圈台有大約兩萬座大小橋樑 過去十年來有一百五十座橋樑 在颱風洪水期間被衝斷 辛勒克莫拉克颱風來襲時 後風大橋跟雙元大橋 更造成六人跟十人死亡意外 包括今年速敵的颱風 烏來南世西暴漲 不斷衝刷烏來橋的危險畫面 讓烏來當地居民相當害怕 為了降低災損 國家實驗研究院 整合六大中心 透過跨領域合作 共同研發出世界第一套斷橋預警 雲端防災互聯網 全年全天後 監測橋樑安全 並在斷橋前的六個小時提出預警 橋樑管理單位人員透過雲端 就能夠及時監看橋樑 現地狀況 作為風橋決策的依據 那一些 用一些橋樑結構的原理 我們就可以判斷 他是不是已經危險 預警系統紅燈亮起 代表有風橋的必要性 在橋樑下裝設防水防衝撞的 感測晶片 偵測橋樑震動 沖刷深度 透過雲端計算 颱風期間的降雨量 水位高度等 提前六個小時預警 提供相關單位判斷是否風橋 那我們藉由這樣的震動訊號 因為我們知道說這些 我們已經知道說 這些感測器都裝在什麼樣的位置 所以當他被沖刷出來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他的沖刷深度到多少 那藉由這樣沖刷深度 我們就可以來做預估 這個橋樑到底安不安全 他會不會倒塌這樣 國家實驗研究院表示 這項技術已經在國道一號 中沙大橋等四座橋樑 進行過實驗 這牆大橋在蘇敵的颱風期間 就偵測到沖刷達三點五米深 確實發揮了預警作用 未來在技術成熟後 也考慮輸出國外 不過比起預警系統 有民眾認為做好水土保持 是根本解決之道 記者喜故達給新北市採訪報導 文字幕提供